各位朋友大家好,歡迎大家來到天狼美食這個頻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蕃茄麵 這個蕃茄雞蛋麵我們之前有視頻介紹過 有雞蛋、蝦仁、菜心、蕃茄麵、蔥花 燒好一個平底鍋 煎上一個雞蛋 這個蕃茄雞蛋麵我們分幾個做法 一個用來炒,一個用來放上湯 一個是撈麵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關注視頻開頭上方的推薦 裡面有詳細的配方或製作過程 放上少許的胡椒粉 把煎好的雞蛋給用 燒好一鍋上湯 這個上湯是我們之前留下來的 瘦肉 雞湯 上湯滾後把蝦仁灼熟 蝦仁灼熟熟後 然後燒菜心 放上適量的鹽 胡椒粉 把火調至大火 快速把彩芯灼熟 熟熟後的菜心撈起備用 放上已經熟好的蕃茄麵 這個麵條煮滾就可以了 放上剛才我們煮熟的餡料 雞蛋 蝦 菜心 最後關火放上蔥花 一個上湯 蕃茄雞蛋麵就完成了 這個菜式非常美味可口 營養健康 喜歡的朋友可在家裏做些品嘗 如喜歡的視頻 請大家訂閱 分享 點讚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節目 下期節目 呢 兩位 小明星 製成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